Hello 這裡是987的台份9.8.1 歡迎收聽今天的汽車俱樂部 我是主持人龐德 我們這個節目每禮拜天下午從6點到8點 在這個頻道為你播出 只要是跟汽車跟交通相關的話題呢 都會針對觀察到的新聞跟現象來跟各位做報告 那我們待會7點之後 我們是開放現場COIN的COIN電話是0283693398 你可以針對今天節目中所提到的節目內容 提出你個人的想法意見或不同的經驗 或者在車子的維修使用保養上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待會7點之後都可以透過這個空中修車場 把你的問題提出來 那麼在一問一答當中呢 相信會對廣大的用車朋友會有些幫助 那麼油價 我們看一下 這個油價待會0點的時候是調降的 終於調降了 只是上次的條幅連5條 而且那個第5條 就最後一次調的時候 那個條幅非常非常大 那這次調降的是 器材由每公升各降兩腳 不多啦 不過也比沒有好 調整後925千每公升26塊1 925千27塊6 985千每公升29塊6 超彩每公升24塊2 那台塑實話 這次又回到以前的那樣的一個機制 在凌晨1點一個小時後呢 同伏調降 那為什麼會調降呢 難道說跟這個美國攻擊這個ISIS領袖有關嗎 我看看 沒有欸 他是說 市場擔心隨著油價回升 所以呢 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和美國 業研油業者將擴大生產 導致全球原油供應持續過剩 原油這個國際油價受消息影響回跌 反正這些理由大家聽聽就好 不管怎麼樣 油價降呢 大家總是很開心的事情 其實我剛才在來的路上 才在跟我這個太太在談 談起這個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太太最近她工作 有一些調動 她需要開車 那我當然 我就弄個車給她開 那家裡要再多住一個停車位 那她公司呢 她也要必須自費 增加一個停車位 但公司比較便宜 但是也是要錢嘛 那其實就是 但這個費用我們還負擔得起 只是平常就是 你每個月在賺錢 花錢 小孩 各種貸款 有時候一些消費品 吃飯 各種支出 你可能也沒有很認真的去計算說 你每個月 每半年 每一年在某一項的 十一柱形的部分花了多少錢 有時候以前大概多年前 我還會每年看一下信用卡的賬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很多信用卡公司 她會有這樣的服務 在年度她會替你計算一下 至少你透過信用卡消費的部分 你是十一柱形 各佔多少比重 會算給你看 後來也就不太有機會 不太有時間去看那個東西 那我今天就哼不浪噹 因為跟我太太在算這個事 為什麼算這個事情呢 因為她跟我講說 他們昨天 因為我昨天晚上才從湖南回台北 她說他們昨天早上帶小孩 本來要出去的時候 本來不想開車 然後小孩說 哎呦媽啊 你現在有車就開嘛 幹嘛不要開 直接AD到BD多方便 自己出去對不對 還是這個要坐捷運 那有時候懶得坐 最後還是叫計程車 弄來弄去什麼之類的 我就跟她講說 那以前是我不在 沒有人載你們 那你們出去哪裡 要坐計程車什麼是很正常啊 那現在自己有車之後 當然啊 有時候很不想開 但我說除非有什麼 真的很不想開 要不然若是可選擇的話 當然應該要開車啊 那我太太有點 不是很贊同的樣子 我說哎 好我來算給你聽 因為你用了這個車之後 我們這個會增加多少的費用 我就仔細算 但我的用意不是說 我要去算多少錢 而是我算給她聽說 一定有個金額嘛 會會說啊 你因為開車 我們就固定花費就這麼多了 那你你如果說 這個固定花費是跑不掉的 然後你不用 然後又跑去這個 比如說去又改做計程車 或做其他相用工具 那有兩邊要花錢嗎 我的用意是這樣 沒有想算一算之後 我才發現 哇其實真的 開個車子 其實真的是花很多很多的錢 你說停車位 停車位呢 每年啊 每年就要花掉 我看 每年就要花掉大概四萬多塊 租停車位的位置 我們家男兵的價錢大概這樣子 四千 大概要四萬多塊 那油錢呢 每個月抓八千 八千好了 所以一年大概也就十萬 將近十四十五萬去了 然後呢 稅金 這個 大概是接近兩萬嘛 一萬七千多 這樣就十六 十六七萬去了 那再加上這個 其他行不浪當的費用啊 比如是你公司的停車啊 然後你車子的保險啊 車子的維修啊 停車費啊等等的 就是因為你增加了這台車之後 每年啊 我們就是大概有近二十萬的一個花費 那還不包括車子本身的錢 那還都還不要算哦 那今天如果說這個錢 你今天決定要開車 那哇 原來一年啊 這一些費用就要二十萬 那如果說這個費用跑不掉 然後你還要幫他晾在家裡 出門一樣照計程車 又花錢 那實在沒有什麼道理 那這還是他的車啊 那我的車 當然我就沒有細算了 那我想哇 那我這排氣量比較大 會比較耗油 對不對 那車子也比較貴 哇 那這個可能我可能花三三四十萬 那麼兩個人加起來了一年啊 在車子車價都還不算 可能兩個人花費用就超過五十萬 那你說這樣子 你沒有去細算 自己並沒有感覺到 覺得反正每天每個月 你的生活的開銷就這樣再花 算一算 真的是要擁有一台私家用車 其實真的花的代價是蠻重的 這是我今天跟我太太 因為一件小事情的一段對話 我仔細算了一算 還發現說開車真是一個蠻重的負擔 所以我記得我去年出的那一本書 叫做買車前必讀手冊 我的第一個開場白就蠻 怎麼說呢 等於蠻潑人叫冷水的 我就在買車我來看這本書 然後我第一個章節就先問說 你適合買車嗎 如果你看的第一個章節 我裡面就是 就算一些車輛的一些花費的費用 如果算算之後發現 OK我負擔的起 或者說我覺得 我從車子 得到一台車子所回饋給我的東西 是值得我花這個錢 那你就可以繼續往下看我那一本書 看你覺得應該怎麼買車 但如果說你算了之後覺得滑不來 這本書就直接放回書架吧 或者說不要往下看 就是說花費車子的確是一個重的花費 尤其是油費的部分 現在也所幸在這半年多的時間 其實油價是往下降 使得你偷偷的花費是往下走的 但是油價總有一天還是會慢慢的往上走 所以我們希望不要那麼早來到了 好那除了這些既有的一些花費之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還有一些你是想不到的 比如說呢 這個一些新的規定啊 現在又多了一個了 這個下標叫做社會太黑暗 什麼黑暗呢 光線太黑暗 現在呢已經有這個政策出來啊 就是交通部已經公告了 在日行公告了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後年起 後年起 分階段強制汽機車 新車出廠前 必須配備呢 引擎一發動 就會自動開啟的 軸型燈 或者是頭燈 否則啊 不得上路 好那其中呢 這個後年起 出廠的新款式機車 將優先試用機車先哦 好機車先哦 然後呢 這個2018年呢 好就三年後 再擴及 新款式的汽車 那目前你已經在開的車 那就怎麼辦呢 好就不受影響啊 預計實施之後呢 白天發生碰撞事故 可減少5.9% 那5.9%看起來當然蠻多的啊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的一個強制出來 5.9%有什麼意義呢 照目前交通部指出說呢 在日本新加坡泰國印尼等 以強制汽機車 等行車需安裝與引擎聯動 行駛時可自動開啟的 軸型燈或者是頭燈啊 然後呢 這個用路人白天開車或騎車 都必須要亮燈 那據統計啊 這交通部說的哈 前述 就是日本新加坡泰國印尼等國家 好這些國家實施該制度之後呢 白天發生碰撞的事故 平均減少5.9% 那這5.9%呢 在國內來說 如果實施的話呢 這個比例 估計每年 可減少26人死亡 6668人受傷啊 如果說真的哈 這個動作在台灣 每年就可以減少26人 這是平均值啦 死亡的話 然後6000多人的受傷的話 那當然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啦 只是呢 這個動作 就像我們之前常常在討論的 比如說 呃 又規定什麼驗車的時候 要檢查你的這個螢幕 是不是要拉手煞車才能看啦 好等等這一些規定喔 就是說他到底這些東西 有沒有什麼意義啊 有沒有什麼真正很實質的幫忙啊 嗯 是不是因為開大燈就能減少5.9% 我還是覺得這還必須要觀察啦 至少你看現在我們很多的路段喔 其實是規定啊 一山區的路段喔 是規定全天候都要開大燈的 但是呢 其實也沒有真正看到在執法 好也沒有看到真正在執法 而這一些山路啊 就這一些目前已經在實施 必須強制開大燈的這一些山路喔 那有沒有真的認真計算過說 這一些個路段 他發生事故 與大燈是否有開啟 有直接關聯的 有占多少百分比 而無關的 是因為超速的 是因為跨越雙白線的 是因為違規超車的 好是因為這個不依這個按規定 這個車道行駛的 這些有關的有多少個百分比 好這些 這個當然我手上沒有拿到資料 但是呢大家可想而知啊 其實主要發生這一些嚴重事故的 多半都是與後面這些有關 跟你是否有開啟頭燈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啦 所以這種東西我覺得就很難去做一個所謂是非對錯的評論 你說他沒意義嗎 每年可以減少26個人 對不對 寶貴的生命 這死亡多好 但是呢 能不能再做一些其他比較積極的動作 可不可以 就像我前幾週不斷在說的這些動作 那這一些是真正是科學的一個步驟 好好的眼鏡好這樣來推動 還是說又是一些有一些就有點類似政治政策方面的考量 就是比如說大家很多人講說 有些東西是這一些在位的人他不想碰的一些頭痛的議題 比如說我們之前不斷的講這種加這個嚴格去取締違規這個動作 其實那個才是會馬上馬上立竿見影 而且呢會有效的改變全民對於遵守消防規則 對於安全駕駛習慣的措施 但是那可能短時間會造成很多的反彈以及衝擊 即使他們知道做這個是有用的 是最有效的 是最後得力是百姓 是一個會有福報的 是會立下歷史意義的 但是沒有人要碰 就搞這一些反正規定你一定要亮大燈 其實我說罵他好像也不太有道 但不罵他又覺得搞這一些不是真正有非常有意義的東西 反而很多民眾就開始會你看我就看到很多的民眾在反應 這個媒體上都會寫 哎好都好 但這個錢不要轉嫁到我們車架上 其實講這個就是又形成一種對立 對車廠來講 我被法規強制規定要加裝什麼東西 那我成本增加我我我我我理應我我我要要要調高售價嘛 對面那今天我裝這個至少以政府給我們的政策是告訴我們說這個對民眾的安全有幫助啊 那車賣你貴一點 多幾千塊 難道不對嗎 那民眾不行不行 你不要增加我的費用都好 增加我的費用都不行 那這到底應該要怎麼處理這樣的事情 那也有人提到我覺得這也蠻有道理的啦 他說只說其他國家如何如何 其實在在這個加拿大我十多年前在那邊讀書的時候 我印象中那邊車子就是一一啟動就會亮燈的 那當然我想跟這一種韓代國家這個氣候是有點關係啦 那而且呢就是這個大燈這個東西其實它是有壽命的 這個有一些人喔 他們這個買中古車發現他的頭他的頭燈 有點均裂啊 或者說很多小小碎裂啊 就是糊糊的就不品就拿去做一個拋光的動作 有一些汽車玻璃也行會替你做這個拋光的動作 但是拋完之後剛拿回來很開心 哇亮亮亮晶晶 看起來氣摸之意 而且感覺打出去的燈也比較亮 但是會發現當你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比如說這個車子已經開八年的車子 然後你霧霧的嘛 你去做這個拋光 然後呢 拿回來之後可能再開一年 它又變糊糊的了 奇怪呢 原來是新車到第八年 八年才變糊呢 那為什麼這次拋光之後跟新車一樣 只用一年就糊掉 為什麼 因為新車呢 它在這一個玻璃的表面 通常會再加上一個抗紫外線 或者耐熱的一些材質 那你今天這個面雖然被打得糊糊的 但其實它還是有有這個些許的 但已經遭破壞的這個抗紫外線等等這種能力的這個物質在上面 你現在把它拋掉之後呢 等於把這一層全部磨掉 它就已經不具有所謂抗紫外線抗UV等等這些功能 那當然很快它就再度損壞了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今天如果說是新車啊 新車要配備這一種一啟動 就開啟頭燈的話 也許啊 這一些車廠 他們照正規的設計應該會讓這個頭燈 包括你的反反射鏡也好 包括你的這個表面的這個壓克力或者玻璃也好 或整顆頭整個頭燈 這個燈具的一個塑膠的塑料的材質也好 應該都要做一個重新的設計嘛 因為這個頭燈是要讓一啟動就開啟 也就是說它發熱它使用的時間會大大的被延長 但是我剛才講的說它應該要這樣 但是車廠會不會一定做這樣調整 這我不敢保證啊 那要如果說到這個 但還是兩三年後的事情 但如果到有一天 有一天因為我看到有這樣的討論 有一天如果說是已經擴及到不管新舊車 你只要一上路 大燈就要全天開啟 那一定會有有非常非常龐大數量的舊車 它必須在原有的頭燈系統上經過線路的修改 經過線路修改不是什麼難事啦 那頭燈就是一個開啟的動作 你只要把那個積電器 它本來的開根關是透過你的這一個在儀表板上的開關 你只要把那個積電器的這個動作改成 由這個引擎的電門開根關去控制那個積電器就好了 但是呢改線路不難 重點是那個頭燈原先設計不是這麼長時間使用的 而你現在變成這麼長時間的使用 這個頭燈的壽命一定會大幅的降低 尤其大家可以想像啊 在台灣你說現在進入夏天了嘛 在這種盛夏的期間 如果速度很慢 市中心一台接著一台 那個頭燈還要再打著那個那麼亮的一個這個這個頭燈 那個對這個如果啦 沒有說經過強化的這個頭燈的燈具來講啊 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煎熬啦 但是話說回來 如果說這個動作真的能夠每年平均 挽回二十多條人命啊 那你的頭燈呢 這個提早壽命壽終正寢 似乎也是全民大家必須要貢獻的一些犧牲啊 是不是應該這樣看這個事情 還有另外一個我看也是挺無聊的 就是說這個規定顯然也不會被有效執行的 就是民眾若是開車或騎車 7月1號起 這已經馬上要做的事情 點煙或抽煙影響到他人 將取締並罰600元 罰600元 什麼叫做影響到他人 這個太難定義了嘛 對不對 常常我覺得很多人抽煙影響到我啊 但是是在戶外你們怎麼樣 他在風頭他走你前面 他抽煙 然後那煙直接飄到我臉上 甚至含了一點煙蒂 掉到我眼睛很不舒服 我都被弄過啊 但你說欸先生你煙弄到我 他理都不理你了對不對 所以這種東西其實我覺得規定真的蠻無聊的 那現在有討論就是說呢 這個如果連電子煙都開發的話 難以認定影響他人爭議恐不少 所以交通部表示說電子煙本來就不在取締開發的範圍內 所以呢電子煙是不會被這個規定給取締的 好那這個部分還有其他什麼相關的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剛才講這個要逐漸的 逐漸的強制來實施呢 汽汽車只要行駛啊 不管是白天晚上 一律要開啟日行燈或者是大燈 這個東西你說無不無聊 我剛才講你也不能說他無聊啦 因為據交通部指出的數據說 每年會因此減少26個人的因車禍事故死亡 好那這樣哪怕說是2.6個人都很有意義 不要說26個 只是說呢 我之前常不斷的跟各位報告 就是在我臉書我也寫了一篇專文 有很多人有回應 我很感謝 就是說每年平均啊 大概就是2000條人命 好在台灣 每年平均好有時候真 有時候更多有時候更少 好這因為車車禍事故死亡 好那如果能夠不是26人 而是260個人或者更多 那是不是更有意義 只要能夠挽救生命就是有意義的 但是能挽救更多生命的話 那就意義當然就更大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今天如果說交通部做某個措施 能夠挽救多少人 那當然應該一直一直一直不斷的做嘛 那能夠做某個措施 能夠是減少更多人的死亡 那就應該朝這個方向來做才是 但是這麼多年來看到的都是這一些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怕人家就有臉書又來罵我 就是 說蜻蜓點水也不對 因為我講一條人命也是價值 說不痛不癢更不恰當 人命是無價 但是真的嘛 我們需要你救更多人命嘛 那如果是因為一些如同我前一段講的 因為政策政治的考量 然後不敢碰某些議題 比如說我前幾週常講的 我認為大家都應該贊成 在違規熱點 使用監視器 全時間 這個全天的監控 全天直接取締 所以我前兩天才從湖南長沙回來 就昨天才從湖南長沙回來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去過中國大陸了 你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很多城市 都在每個路口 它都會這樣閃 閃那個閃光這樣啪啪啪一直閃 我相信如果說您是第一次看到這個現象 你可能以為說一定是有人違規 後來發現也不是 它綠燈它也在閃 每一台車經過它都一直在閃 就它那個其實並不是一個說 超速或者闖紅燈才閃 而是不斷的在監控 在監控所有路口 那我因為這個事情我也特別 兩度 我上去年度到深圳的時候 看到一樣的事情 然後我昨天到長沙 也看到一樣的事情 我兩度都跟他們當地的大陸朋友 去確認這件事情 他們說那個東西主要 主要是以治安為主要的考量 主要是給治安使用的 這跟台灣是一樣的 但是他跟我講說 他們告訴我說那個東西 因為我看為什麼一直閃 他們說那個是話術非常非常高的 你駕駛人 副駕駛人的臉 是可以清楚的辨識 然後他也特別提到說 當然 當然如果是交通 交通 不管是事故的時候 必須有影像來做兩兆的證據 可以是透過一個程序去申請 然後當然如果 他說只要是有這個需要的話 他們交警也隨時可以依照 依照金世紀的畫面去做進行取締 但我在想說 我今天講這個 因為我是把中國大陸的一些城市的動作 拿來做這個舉例 一樣 很多人可能覺得沒有說服力 對不對 那個隱私什麼 中國大陸本來就比較人權不暢旺的國家 隱私不被講究如何如何 但今天如果說 這個我想說是英國倫敦 可能就比較沒有人會這樣子來看這件事情了 但不管怎麼說 就是你今天做一些比較有力的動作的時候 哪怕可能會遭遇到一些反彈 但是那一些才真正會比較能夠救更多的人命 那如果說你覺得民眾會反彈 那就說服民意 政治上也有一點叫做領導政策 政策領導 比如說這對推推被他罵我就不敢推 改搞這種什麼白天自動開大燈 這個就像我當時在批評我們柯P市長 說要把全台北市的停車格全部納入 收費 一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粗糙的一個政策 台北市停車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這些停車格沒收費嗎 當然不是嘛 而且其實說實在的 這些停車格從不收費 很長一段時間到全面收費 也許法是站得住腳 我覺得在情理上他不見得是很有正當性的 我們知道台北市這一個 很多尤其舊社區 他們停車的問題是很大的問題 隨著經濟發展 本來買這些公寓的人 他們之前沒有車 後來有買車了 那怎麼辦就停家附近周圍啊 那怎麼辦 很多台北市那麼多綿密的 這一些國中小學 早就應該規劃 所有的 起碼比如說所有的國小 的操場底下 全部 蓋地下停車場嘛 但是沒有嘛 我們知道這種事都沒有做 所以造成很多民眾 這個停車不是很容易 那有有時候就是這些免收費的車格啊 長年來沒收費 然後這一些 非常我認為是非常泛濫的畫色的紅線 尤其是在這個以住宅區為主的地方 我覺得紅線的畫色是非常泛濫的 很多地方根本就 不應 我應該講說應該重新檢討 是不是應該畫紅線 好 但是反正到處畫 畫了之後呢 因為正當性沒有這麼的完整 就是說這些紅線根本 大家都是毛起來停的 或者說到了晚上 大家就停過夜的 那多年來也都這樣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這些紅線的畫色顯然太過腐爛嘛 顯然合理性不是很夠嘛 所以大家也就這樣停 然後警察也不會很積極的取締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不是很 這個法理 這個法戰的主角 但理上面呢 情理上呢 不是很有正當性 就這樣胡搞亂搞 搞了那麼多年 那反正 對啊 還是可以停嘛 大家就好像都有這個默契嘛 就這樣停 那這樣忽然間變成 那些停車格要收費了 那這些本來買車沒有車位的人 現在怎麼辦 就再去毛起來更是停那一些 本來就正當性沒有這麼能夠說服人的這些紅黃線嘛 就毛起來停嘛 那更是再度的踐踏 這一些法規被遵守的一個 好的一個神聖地位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那今天你說這一個 什麼 怎麼自動開大燈也是一樣啊 以燈具這個東西來看 最重要的是白天是不是開嗎 當然不是嘛 最重要的是 因為排氣管 我講太多太多次 我不要再重複了 大家如果說 感興趣 我之前對於這一些 七機車的違規改裝排氣管 噪音擾的事情 有多麼的痛恨 深惡痛絕 你也可以到龐德的臉書粉絲團去看一看 這個 如果說您贊成的話 也都給我們一些支持的聲音 我就總是要凝聚一些 這個名氣 才能夠 讓社會上秉出一些 這一種不斷的在破壞社會 這個生活環境的一些 很不好的一些舉動 好 那這個燈 最重要的 難道是要大家白天開大燈嗎 我相信 至少你問我 我認為絕對不是啊 我們是不是常看到路上 晚上的時候 很多那個啊 大燈沒開的啊 只開一盞的啊 不是只開就一盞壞了吧 或者說這個尾燈根本沒有亮啊 大拉拉高速公路啊 啪 我看可能台北開到高雄 高雄看到台北也沒人會攔他 這種東西照理說應該 警察沒有去取締啊 這應該警察算賭職的啊 但顯然都沒有在管這個事情 然後呢 這一些燈具 胡亂改裝 那個HID啊 魯素燈改HID 問題不是HID 問題是這個光線打出去的折射角度 當時吵了半天 後來是不了了之啊 現在只在查什麼 只在查說你這個車子 如果是HID登具在驗車的時候 有沒有加注啊 這簡直莫名其妙嘛 今天魯素燈泡也好 HID也好 真正會 擾到他人視線 引起他人危險的 不是燈 燈管本身 而是什麼 而是這個燈具的裝設的角度 你不是要查他是不是HID 你是要查他打出來的燈 照在什麼位置 但是完全不是做這個事情 而做什麼很愚蠢的事呢 好我們休息一下 哈囉 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剛才講這一個車燈的問題 其實這跟驗車也是很有關聯的 就是說你本身制定的一個規定 就是很沒有意義嘛 就要你紅線 漫天的畫 畫了之後 反正也沒有被遵守 那你今天這個規定 這個裝HID 要登錄 這登錄是什麼 要透過原廠出示什麼 什麼發票什麼的 那個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真是完全不了解 那你今天如果說這一個車子 它本身它原來也許 它是在原廠安裝 原廠通常是4300K的 就是那個光是有點偏黃的 好 那反正驗車的時候 不管嘛 HID 燈啊 那就看這個行照上有沒有加注 有加注 因為當時這是透過原廠出示發票的 但是我燈管已經換 這個一萬兩千K的 那不管 哦不管啊 驗車不管這個 誰管你 你們十萬K他都不管啊 只看有登錄好沒事 好就算你還是4300K 但是啊 我那個裡面的那個那個燈座啊 因為很多車 這比較有一個比較好的車哦 它燈座後面是有高低自動調整的吧 但是呢 哎呀我們在修車我們很清楚啦 尤其是這種越式高級的車哦 就是要表現自己很優雅嘛 用料都是這一種可分解材料啊 那我剛才前面不是講了一堆說 呃這個頭燈應該要耐紫外線啊 抗UV抗中抗西的 哎那也很不解的 尤其是很多的高級進口車哦 它反而呢 裡面這個調整的一些結構啊 什麼推桿啊什麼的哦 用不到幾幾年了 就斷掉就碎裂 對啊那優雅啊 對不對 他們這個愛護地球啊 那可自然分解啊 那我車還活著你就給我自然分解 我講的都是事實 這都是發生的事情 好那後面桿子斷了怎麼辦 那個那後面那個發射的那個 那個投射的那個罩子 就垂下來 角度不對 變牛角燈啊 變照天空啊 變成照人家的後腦勺啦 這種車 它有原廠HID加注 但是因為 但它因為這個頭燈後面燈座 已經壞掉了 不准了 或者說車主刻意把它挑高 就調那個不難啊 你可以到我0077車網 我裡面都有教你們怎麼去安裝 燈具 怎麼調整啊 但是我要告訴你 你要調到標準不要照到人啊 那你說會不會有人故意 故意調到照到別人 當然有啊 社會上這種人多啦 一大堆把排氣管改到 我就是要吵別人 我就是要吵死你 有沒有這種人 你我都知道很多這種人 所以我剛才前述這兩種車 不管是刻意也好 你是無意 但是車子已經有局部故障也好 這種車 你到監理所 包括沒有人會找你麻煩 因為你有加住HID啊 管你是怎樣 所以我們的官員們 請問你聽到了沒有 也許沒聽到 因為聽了也無解嘛 不試驗他這個車HID有沒有加住 試驗他打出去的光型 角度是否正確 買那個 買那個什麼探測儀 要每個這個監理所安裝 要這些民間驗車單位都裝 成本很高 辦不到 辦不到就不要驗嘛 不要驗什麼HID 這是沒有意義嘛 反而變成怎樣 哎呦 這個你只要是 這個 對車稍微比較有攝入的朋友 大家都很清楚啦 你現在驗什麼HID啊 你這個啊 我這個糟糕 我這HID改燈管了 即使說我這改的燈管 我的光型其實是很漂亮的 其實這光型要漂亮 你只要找認真的 有技術的 有技術的 這一個店家 他去你安裝 把你這個HID的發光點 跟你原來魯素燈泡的發光點 站在同樣一個位置 你打出去的燈型是一樣的 除非你刻意調整 要不然的話 他打出去燈型是一樣不會影響到他人的 但是這種車 糟糕 因為我不是沒有原廠開發票 不是照正常程序的 我沒有加注 你去驗車就不會過 即使我這個車其實不會影響他人視線 而我剛才前面講到兩種 是會影響他人視線 但是反而我這種車是不會過的 那摸摸鼻子啊 規定就這樣啊怎麼辦 所以就是又是再一次的在踐踏 人民對於遵守法規的一個精神 法規不具有被遵守的神聖性 因為你的規定是很無聊的 那無聊怎麼辦 大家就想辦法啊 有聽說過民間代驗廠跟你講HIDR 他只要認識的 或者說透過驗車黃牛幫個忙 或者說講好一個供訂架 多少錢處理過 有啊 怎麼沒有 我就聽說過啊 大家去問也問得到啊 你去見你所周邊一大堆驗車黃牛 我這個有蓋HID 可以處理一下嗎 我處理啊 多少錢講好就弄啊 然後再燈照那裡塗一點水彩啊 塗黃色的水彩啊 照出去的燈看起來黃黃的啊 所以這是無聊透頂的 透頂啦 台灣就在幹這個事情嘛 那你這件事情不改善 讓我們在路上整天被他照後腦騷 你愛裝幾個HID 愛裝幾個LED燈亂貼一通 更不要講坊間賣一大堆這一種 可加裝型的LED或者充型燈多啊 很多啊 你愛怎麼黏怎麼黏嘛 反正驗車就拔拔下來 驗完之後再黏嘛 我那天告訴公司上看到一個很秀 我倒覺得蠻有創意的 我覺得他那個應該不會影響他人齁 但是你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符合規定呢 我想也非常模糊啦 他這個車齁 當然這個鋼圈也是換大的 然後綠圈啦 那因為綠圈有孔洞嘛 所以轉起來其實可以看得到裡面 他在四個煞車煞車盤啊 那地方 裝了這個圓圓形的LED 所以你車在跑的時候 你可以看他四個輪圈裡面 好四個輪圈喔 每個輪圈裡面都有一圈啊 這個天使的光環LED 喔說實在還蠻漂亮的 哈哈還蠻漂亮的 就是說你就是亂改一通嘛 你要怎麼改怎麼改嘛 那這些事情是不是遠比 好遠比你今天要什麼 哇講的大辣辣的 哇這個時辰啊 2017年新款式機車強制全天開大燈 18年新款式的小型汽車 包含小貨車 要全部一律出廠就安裝 好然後呢 2020年原油款式 但新出廠的小型車 2021年原油款式 但新出廠的大型車 好巴拉巴拉巴拉一堆的 就是你干這些事情 我也不能說你沒有用了 也是有用處 我剛才講 因為他照他的數據是說 此舉可以照 降低20平均26個人的這個 免於死於意外事故嘛 但是可不可以做一些 比較能夠 呃更有力 去造去增加民眾的福祉 然後呢去減少更多的人民 因為呢這一些制度也好 因為法規的好弱也好 而造成的一些無謂的死傷 其實我昨天從這個長沙回來啊 其實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的臉書粉絲團 可以去看看 我也做了一些記錄 但我到那邊有參訪去湖南衛視 也跟他們高層見面 看到什麼合作的機會 來到他們的一些廣播電台啊 跟他們的也是談汽車的主持人啊 但也做很多腦力的激盪 等等等等的 但我想大家去中國大陸都 我想很多人敢想可能跟我類似啦 他們的很多的硬體的設施啊 或者是說一些建設啊 其實都很大 而且感覺很新穎 那麼以長沙市來講呢 我看幾乎每個人都拿iPhone 6 其實長沙應該算是 有人講說首都北京 這個尾都長沙啊 每個人都拿iPhone 6 然後路上的車子都開得非常好 都是雙逼就不在話下了 什麼ODI啊 然後這個什麼Jagra啊 Land Rover啊 而且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都開很好的車子 但這一車子很多就髒兮兮的 很高級的車都髒兮兮的 然後裡面可能還會裝一些什麼 什麼透氣涼電啊 然後感覺我們會覺得通常很高級的車 不會加裝什麼乙套啊 或者什麼涼電啊 或者說什麼奇怪的東西 他們就加很多奇怪的東西 當然這個整個生活的方式 有一些地方還跟這些物質是跟不太上的 那我昨天回來我還跟我太太開玩笑講說 我想常在這個節目上批評時事 從中國大陸回來可能會 戰力稍弱一下 我想可能近期要跑到日本了 恢復一下戰力 但是今天看到這些兩個政策之後呢 我發現我的戰力又回來了 好我們待會7點之後繼續聊